好,很感謝大家今天來 對,很開心在現場見到大家 我們現在開始了 可能有些朋友還未認識我 我想問有沒有朋友平時已經留意我的YouTube、Facebook 不要緊 其實不如說說我是誰 如果不是,這是誰來的呢? 會過來說話的 其實我是Rosa 我有十三年的教育經驗 大家可以很放心 我已經教過超過一萬位的學生 而且我的範圍都挺大的 由三個月大的嬰兒 一直到大學生 我一直以來都繼續在大學教心理學 特別是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 也教過五千位小學生 再教五千位中學生 所以很希望今天在這裡和大家做一個開心的交流 我也是UCL的榮譽科學研究員 說這些都是讓大家知道 大家可以很放心 今天我們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有科學根據的 在線上的朋友 因為今天很好 我看到有九百多位家長 在線上會報名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所以在線上的家長 或者現場的家長 等會我們就會有些互動 希望大家都一起投入 我最怕的那些港座 就是一個港姐自己一個人在這裡說 台下就鴉將無聲 我最怕那些港座 我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也希望通過和大家開心交流 我們了解這麼多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更多更好的方式 陪伴大家去教導小朋友 對 好 很累 大家還肯抽時間來這個港座 相信大家一定是有些挑戰 很想去找些方法去處理 那我就很想大家在這條連結裡面 對 線上的家長都可以 掃一掃這個QR Code 接著 你真的抽點時間 首先你在前面 你可以告訴我 你的小朋友大約有多少歲左右 然後你也可以說 其實你今天會來這個講座 其實在你的育兒路上 你覺得最頭痛的是什麼 你照直說就可以了 你照直寫就可以了 Rosa看過很多答案 甚至可能是 我的小朋友真的要三催四催 很累 完全沒有動力 自己推動自己 我覺得這個很頭痛 又或者也有家長跟我分享過 就是說 我的小朋友一做功課 就好像要不停哄 要哄很久才肯做 做就隨便做 都很想大家 真的把你們的答案放在上面 然後 我們等一會 大家一起看看我們的答案 線上的家長也可以 我給大家一點時間 好 所以我最主要要知道 大家的就是 你的小朋友現在的歲數 還有你會在育兒路上 你會覺得最頭痛的是什麼 那我就陪著大家 在我們今天這個相聚的片刻 我們一起去看看 用不同的方法去鼓勵我們的小朋友 好 大家看看 對了 大家還在寫 好 我給大家一點時間寫 對了 給大家一點時間寫 我看一看 好 我看一看 對了 我找一找同事 好 好 大家是不是都OK OK的話 你放下手機 那我才知道你OK 那如果大家OK 那我們多等一會 因為我看到有些家長都還在打 對了 然後呢 我們等多一會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轉螢幕了 對了 可以讓大家來看看 response了 對了 OK 好 我們先看看 哇 很好啊 大家都很好啊 對了 有家長就說 我今天來到 就是因為有小朋友 有很多情緒的問題 對了 情緒管理的問題 我們有家長就說 八歲的小朋友 很多時候 要反覆教日常生活的習慣 好像很不上心 或者七歲的小朋友 不專心 有些拖延症 七歲的小朋友 不肯做功課 對了 亦都有一些管教 家人和家人之間 有些管教的方式 大家有些不同 又或者是 譬如說 九歲 譬如說 是 想鼓勵小朋友 去看遠一點 去 achieve一些好一點的東西 高一點 遠一點的東西 有九歲的小朋友 掛著玩 對學習沒什麼興趣 有小朋友是四歲的 各方面 CEO型的性格 對了 我看到了 有家長就說 我的小霸王很自我 其實這一類呢 就是我經常都說 這些CEO型的性格 其實我們是有方法 可以鼓勵他的 對了 有時小朋友 很小的時候 戒不了夜奶 令自己入睡 很辛苦 嗯 對了 有些小朋友 自我管理能力那邊 比較弱 或者是小朋友五歲 對了 回家不肯做功課 還有溫習 這些都是很常常 家長覺得很頭痛的東西 對了 咦 喝糖分飲品 對了 小朋友的糖分攝取量 比較高 我們怎麼辦呢 這個也是我最近聽到很多小學 或者我自己教的學生 也很有這個情況 就是 譬如沈迷電子遊戲 是的 的確這個是真的 過了三年疫情 我也看到 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其實全球的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 在這三年之後 的確會對於打機 會承認 很多時候 在學習上 也會有拖延 這個是真的 真的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我們等一會也會說一下 是的 小朋友不主動 大家在這裏有一個心 有一個common sim 就是 什麼都說要先等一會 是的 又有了 CEO型的性格 不肯聽別人說話 是的 沒有什麼動力 是的 我多看一些 有家長就說 平時表現良好 回到家就非常活躍 但有時候家長 要很有耐性地跟他溝通 小朋友有時候情緒很大 嗯 我們等一會也會說 最後看這個項目 是的 頂嘴 沒有時間觀念 做事拖拉發脾氣 不肯聽說 又是CEO型的性格 是的 那麼 有時候小朋友會懶 嗯 我們一直看到有幾個心 CEO型性格不停出現 就是霸王的小朋友 我們等一會來說 好啊 謝謝大家非常好 是的 我們就著大家 今天這裡給了我的答案 很感謝你 我才可以 根據我們就著大家的困擾 我們今天就會說一些 有用的方法 陪著大家一起去面對 我們等一會 還會有多些互動 所以大家一起 等一會也和我有多些互動 是的 我們首先來看看 自己有沒有以下的徵狀 是的 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擔憂 會不會令我們 一直餓我們的小朋友 會施壓 甚至我們自己會不會有些很緊張 是的 而我們會不會有時候 因為小朋友很無動力 變成我們會忍不住對他 大叫 尖叫 甚至我們會很想懲罰他 即是很想用佛的方式 令他覺得 你做不知錯 你做不知錯 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下自己 會不會都會想用懲罰的方式去教他 又或者是會不會在我們的管教上 就是我們開始會在一些教育方式上 和我們的配偶開始吵架 是的 甚至是我們會因為擔心小朋友成績不太好 所以我們會不停試圖去讓他改變 令他變得更加有動力 是的 這些徵狀我們要留意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其實如果我們傾向了用以上這些方法 不是不行 是的 不是不行 但只不過用了其中一種方式 特別好像Punishment 是的 懲罰 其實十年前的心理學 他很提倡去懲罰小朋友 是的 你看回十年前的心理學 是真的 當時的心理學很推崇 做得好就要贊 做得不好就要罰 但是 為什麼我說十年前的心理學會用這種方式 現在比較少呢 就是因為我們用了這種方式之後 發現出事了 出事了 什麼叫出事了 很好啊 有小朋友來買 厲害 什麼叫出事呢 就是家長 如果我們過分著重用這種方式 就是做得不好就要罰 我們慢慢會發現自己 教出一個情緒暴躁的小朋友 對 小朋友容易有抑鬱症和焦慮症 這是真的 特別是如果我們的佛 和小朋友做錯的事情 和那個佛很嚴重的話 可能做得不算很差 但我們罰得很嚴重的話 我就越看到小朋友的焦慮症 憂鬱症和情緒暴躁的問題 是會越大 所以 就是為什麼我們近代的心理學 都比較不提倡 只是用佛 那要怎樣呢 我們今天有三條鎖匙給大家 所以 希望今天我們一起陪著大家 可以用一些近代心理學 我們會認為比較健康的方式 也沒有那麼容易令小朋友 有憂鬱症、焦慮症、情緒暴躁的狀況 是的 我們今天有三把鎖匙 第一個鎖匙就是我們說 我們要了解小朋友的興趣 而大家很放心 因為我知道 剛才通過大家給我的答案 我看到我們的範圍挺大的 例如我們現場也有小朋友 我們從幼稚園一直到 我看到初中也有的 是的 但你放心 今天我們所說的這些方式 其實 從小時候一直到 甚至我現在正在教的大學生 我正在用今天 我和大家分享的方法 所以是不同的年齡階 都是可以用 亦是適合的 是的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條鎖匙 等一下會說 就是我們要理解小朋友的興趣 第二條鎖匙 也是 哇 剛才家長說我很想聽那個 哇 情緒暴躁 發脾氣 很有趣 我都留意到我的YouTube影片 我一說小朋友發脾氣 尖叫打人 那些片段很刺激 是的 所以大家都比較擔憂 所以我們今天也會說 我們如何一步一步有系統 去教小朋友管理情緒 去到第三條鎖匙 我們今天會去說的是 咦?其實我們已經說了 如果我們繼續用十幾年前 心理學講話 懲罰的方法去教的時候 其實我們小朋友可能真的 短期內會做對的事情 但是長遠 坦白說 我們不在他身邊的時候 他就不會做了 那我相信這件事 也不是大家想要的 我相信這件事 大家可能和我一樣 都希望小朋友 在我們不在他身邊的時候 他都會選擇做對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第三條鎖匙 就會說 我們如何一步一步 去引導我們的小朋友 渴望去做對的事情 就算我們真的不在他身邊 他都會做對的事情 因為真的 小朋友 例如去到學校 他已經不在我們身邊 他會不會偷偷同學的錢 如果下下我們只是用 一些表面的方式去教他 坦白說 沒有人看到他的時候 他就會 沒有那麼想做對的事情 因為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們今天 第三個方向 就會說一下 我們如何去引導小朋友 渴望去做對的事情 好 好了 我先看看大家是否OK 大家準備好了 我們給我一個小指 準備好了 非常好 線上的家長 確保你還沒睡著 你便在留言區打Yes OK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入氣獄了 今天我們有三把鎖匙 第一件事 我們要理解我們的小朋友 他真正的興趣 我們在心理學上 如果我們能夠激發小朋友的內在動力 他會最想做事 什麼叫內在動力 我們可以去理解一下 我的小朋友渴望什麼 他喜歡什麼 他想要什麼 甚至有很多家長 最近都開始跟我說 不是啦 Rosa 我的小朋友什麼都不喜歡 什麼都沒有興趣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 我們如何問一些問題 去幫他發現 或者探索他的興趣 他的目標和抱負 又是什麼 我們陪他一起去看 我們便能夠找到他的興趣 這個概念也挺重要 我們心理學上會說 一個叫做Vital Spark 所謂的Vital Spark 好像煙花 其實它代表的是 到底我們小朋友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對 有沒有什麼 他不用你叫 他自己都會做 例如我舉個例子 有些學生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自己躲在一角 自己去玩LEGO 自己玩得很開心 我不去吵他 他可以玩一個多兩個小時 那些就是那個小朋友的Vital Spark 所以可以是他自己不用你吹 他自己都會做的事情 又或者是他厲害的事情 他比較 咦?自己在那邊可能有些天賦 他好像很容易 人家可能要踢踢踢踢 很辛苦的 他好像很容易上手 都可以是屬於一個小朋友的Vital Spark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呢? 就是我都很想讓大家 給我們一些小小時間 一起想想 我想請問 如果你看回我們的小朋友 他的日常日常的記錄 他日常的記錄 我想問 其實 他有多少時間 在做他的Vital Spark 就是做他喜歡的事情 又或者是做他擅長的事情 給大家想想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因為很多要你見我的小朋友 很多時候都會是 有些少許憂鬱的狀態 或者有些少許焦慮的症狀 然後 那 那 當我看回他們的時間表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發現 他一個星期 可能做他真的開心 他擅長的事情 可能是少於半小時 對 因為很坦白的 你想想 我們通常補習是補自己擅長的事情 還是差的事情 差的 對 你越是中文不好 我越是補多些 兒子 你要補多些 有見過很多學生的期間 當日放學很多時候就要補習了 可能去到小朋友 真的可以玩Lego的時間 真的可能臨婚前十分鐘 對 所以 第一件事 如果我們想激發小朋友的內在動力 很希望他可以去未來自己 推動自己做事的時候 第一件事 我很希望我們第一件事可以看的就是 咦? 我們的小朋友 他的期間 他真的可以做自己 開心快樂的事情 他的時間 能否加大一點 對 只是做了這一步 其實我很多學生 他的心靈狀態已經好很多了 其實這是第一步 對 你不要說小朋友 我們每天24x7 27x4 要上班 我想大家都會很痛苦 對嗎? 其實我們小朋友也是一樣 很希望我們小朋友 可以在他的時間表上 有時間 可以做到他真的開心 他自己真是自然很厲害 對 我知道 不用大家說 我相信 剛才我看到有家長說 Rosa 我小朋友最喜歡的東西就是打機 對嗎? 剛才大家會這樣想嗎? 我的小朋友 他喜歡 享受的東西就是打機 可能你會覺得 Rosa 這樣搞不定 他喜歡打機 難道我真的有他不斷打嗎? 是否才會上癮 我怎樣 如果他真的喜歡打機 我們怎樣去引導他 可以引導 現在給你一個方法 對 首先跟大家有做過 interaction 給大家一點時間 大家先掃測一下這個 我想看看現場 也要線上的家長 我也想看看 如果你們現在可以看到有QR Code 我想問問你的小朋友喜不喜歡打機 很簡單 你選擇YES、NO 其實我不太知道 他喜不喜歡打機 我真的不知道 這樣也可以 我給大家做一個回應 好像可以 我們現在去另一個screen 看看大家的反應 我們來到這個 嘩!很厲害 很誇張 OK 我看看 我們家長說 其實很少數的小朋友 是不喜歡打機 而且喜歡的BAR 是不斷上升的 即是代表 其實大家的小朋友 都很喜歡打機 其實有得搞的 現在就馬上說 怎樣搞法呢? 我不想幫人買廣告 但基本上全球我教的學生 最近都很喜歡打一個 R字頭的遊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像砌積木一樣 我沒有收錢 所以無謂幫人買廣告 對不對? 但通常 我想家長都會看到自己的小朋友 很喜歡玩這個砌積木的遊戲 真的 我的小朋友 無論是在香港 在英國的學生 全部都是 多少歲都好 他厲害的是 無論是多少歲都在玩 我的中學生 小學生都在玩 其實有得處理 例如我很喜歡 我們剛才所說 如果我們真的想 我們的小朋友 有內在動力的話 我們要由他 有興趣的東西 入手 我的學生 很多都真的 對打機有興趣 我會怎樣做呢? 也測試過work的方法 來了大家 這個氣玉 氣玉來了 就是我會用他 打機這個遊戲 他喜歡打這個遊戲 我就去找這個遊戲 的始創者 他的故事 坦白說 很多時候做一盤生意 99%是會失敗的 只有1%才會成功 所以我很喜歡 這個遊戲的始創者 他原來 他設計這個遊戲的時候 去到我們的小朋友 現在玩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投入 為什麼會這麼喜歡 甚至可能會求你 媽媽 我很想要買 你給我買些武器 為什麼會這麼誇張 就是因為 去到我們小朋友的手 其實遊戲已經測試了87次 生意模式 已經測試了87次 所以他已經很知道 到底我們做些什麼 小朋友會投入 他怎樣做 小朋友會不會這麼投入 所以我會用這些方式 讓我的小朋友知道 其實你現在很喜歡玩這個遊戲 始創者在這87次都沒有放棄 所以今時今日才會這麼成功 其實我說這件事有兩個重要性 第一當然就是要他學習 我們人不要放棄 連你現在很喜歡玩的這個遊戲 其實始創者是試了八十幾次的 所以你現在就會這麼投入 而第二件事 其實我也無形間讓他知道 其實這個遊戲很上癮 因為他測試了很多回合 他知道是怎樣令到一個小朋友 會很上癮式地去玩 間接地讓他知道 因為我想大家都明白 如果我們說教式 小朋友就會沒那麼容易聽 但我用這些實例 用他喜歡的遊戲去引他 無論是男男女女 他們也真的會聽 第二件事 也都... 哎呀,不小心 還出了名字 不要緊 另一件事我喜歡給我的學生看 就是我會給他看看 其實這個遊戲已經十幾年了 已經十幾年了 去到你玩手中的時候已經十幾年了 而他十幾年來 他的成功呢 是J型的 我們會叫這個 什麼叫J型呢 就是一開始 這裡 你看到他很平平無奇的 沒有什麼的 然後突然之一聲 最後這九至十三年 他突然之間爆發式地上升 我其實很喜歡用這個Graph 去教我的學生 那個叫做 延遲式的享受 大家有沒有聽過棉花糖實驗 哎呀,很好啊 有些家長順頭 其實棉花糖實驗就是要教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越是希望他未來成功 我們越要教他 不要這麼快 希望獲得納黑的享樂 棉花糖實驗就是 小朋友幾歲的時候 我們測試一下他 我放一顆棉花糖在你面前 如果五分鐘之後 我回到你 你沒有吃到的 我多給你一顆 但是如果你現在吃了就沒有了 很有趣 這個這麼出名的心理學實驗 就發現了 他追蹤這群小朋友 追蹤他二十年之後 竟然乖乖地坐在那裡 等吃第二粒棉花糖的學生 他們無論在賺錢上 身體健康上 亦都是比起 即時要享樂的小朋友 即時要吃棉花糖的小朋友 是來得健康 來得在學業上更加成績 成績更加好 亦都賺更多錢 所以其實這個實驗 告訴我們 其實一步一步 我們要教小朋友 就是等待享樂 所以其實我也很喜歡 用這個概念 就是讓我的學生看到 哇 原來成功有時候 要等這麼久 原來你看到嗎 就是Year one去到八 可以是平的 但是後面你所獲得的成果 就可以是爆發式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其實打機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引導我的小朋友 去接觸更多其他的東西 是的 好 所以其實今天第一條鑰匙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去陪著小朋友 讓他知道 其實我們明白 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他有自己的感受 他有自己的思想 是的 就算有些東西 我們想引導他 我當像我們剛才 我們根本未必很想小朋友打機 是的 我們聆聽 但我們也聆聽他 真正心中想要的東西 我們知道他很喜歡打機 那不要緊 我們藉著他喜歡的東西 然後想想我們想教他什麼 將這兩樣東西放在一起 就是最近或者這十幾年來 我也發現 我的學生比較願意聽的方式 所以第一條鑰匙就是 用小朋友喜歡的東西 想想我們想教他的東西 看看在中間有沒有辦法做一個連結 那就會事半功倍了 好 其實這件事也很重要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你在這個過程中 當我們自己思想有彈性 其實你也教你的小朋友 想法做人要有彈性的 因為其實其中一個憂鬱症 很主要的想法方式 就是這樣 非黑即白 就是說 要是這樣 要是Plan A 要是Plan B 沒有第三條路了 這個基本上 就是很多時候 會有憂鬱症的人 他們想法方式 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 如果我們一不小心 其實我們有時教小朋友 都是這樣 你再不敢做 你再不敢做就是後果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能夠 在我們教小朋友的時候 保持一個彈性 其實你也在預防小朋友 未來是會有憂鬱症的 對 對 對 好 好 大家可以嗎 對 OK 給我一個OK 大家的狀態 睡著了嗎 非常好 對 線上的家長都可以 讓我知道我還沒讓大家睡著 對 好 今天很重要 我們來到第二條鎖匙了 對 我們等一會也會聊一下 所以 等一會 我現在想問一下 大家的狀態 有沒有記住 有些問題是想現在很急著 剛才一邊聽到 有一些位卡住 是很想現在很急著要問的 OK 好 我們繼續下 我們等一會也會有Q&A的時間 我們可以大家聊一下 好 我們現在直到第二點了 第二個鎖匙了 就是幫助小朋友學習管理情緒 我不是很喜歡用控制這兩個字 有沒有人知道為何我很少說控制情緒 大家猜猜 有家長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提到咪 情緒很難控制 想哭 想笑一笑 想爆出來 很難 即是他立即收聲 所以很難控制 對 應該是要抒發 應該是 對 很好 對 情緒 坦白說 一個很生氣的人 你這樣叫他冷靜 其實沒什麼意思 我想 現場的老婆 應該會很認同我所說的 就是 有沒有試過很生氣的時候 老公說 不要生氣 冷靜點 對 我們老公很流行這樣說 冷靜點 對 平靜點 但通常這樣 比較難的 因為人在情緒很激動的時候 其實很難說 靠按住 是可行的 坦白說 有事按完之後 只會爆發絕大 對 我們也體諒老公 對 老公未學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 老公老婆們 我們現在要學一下 我們怎樣 跟自己的情緒共處 也教小朋友 怎樣管理情緒 OK 好 在這裡想跟大家做一件事 有沒有家長都希望自己可以 小朋友快快樂樂 肥肥白白成長的 有吧 大家都舉舉手 非常好 我相信大家的初衷是這樣 我真心相信 做了十幾年 都真的相信 很多家長的心 真的想小朋友快快樂樂的 而我們會覺得的快樂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全部都是快樂 對 而今天 我很想大家記得 其實快樂是包含很多東西的 快樂其實是我們包含 我們去學習 跟我們的期待 興奮 焦慮 甚至失望 沮喪憤怒 我們跟他一起共處 我們知道 這些情緒 全部都可以被接納 我們一步一步 等等就會去說 因為很多家長會傾向了 我還是用十幾年前的心理學 那一套 即是會標籤 這些是負面情緒 我們做人不要猛 對 控制 但是其實 近代心理學 越來越多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保持一個彈性 跟自己的情緒一起共處 就算我們焦慮的時候 譬如我們跟自己說 我知道你是來提醒我 你希望我有力量 等待要做那件事 做得更好 我知道你是關心我的 當我們有這個容納的時候 咦? 其實人的情緒 又會更加平靜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想告訴我們 其實很多時候快樂 包含著不同的情緒 我們現在就說一下 好 首先在這裡也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件事也挺重要的 就是 這是一個最新的英國倫敦大學的研究 它顯示 如果小朋友在四歲的時候 他能夠學會為不同的情緒命名 這一位小朋友 他到了十一歲的時候 他是有比較少的偏差行為 譬如好像吸毒 淤酒 所以其實這裡是說 你可能會覺得 說情緒為他命名 很簡單 快樂不快樂 這些就是命名 很多家長會看到很簡單 很基本 但是其實 在心理學的研究顯示 這件事其實很重要 因為你說得出 你懂得形容的時候 你會覺得 會更加容易 好像有掌控感 他好像沒有那麼抽象 所以這件事是重要的 我們要說出自己 我現在是甚麼狀態 我有甚麼感受 今天發生了甚麼事 令到我有甚麼狀態 這件事是重要的 好 就好像所謂的為情緒命名 例如我開心 我不開心 我有點失望 對 我為這件事 我付出了很多 然後我拿不到我想要的東西 我有點失望 這些就是為情緒命名 就好像這裡 今天發生了這件事 我覺得很生氣 很失望 對 你有沒有感受過這些情緒 對 我們現在每一天可以開始做 就是這件事 譬如我們今天回去也可以 今天回去可以由我們自己開始做 就是我今天聽了一個討論 都挺有趣的 都挺開心 你呢 你今天發生了甚麼特別事 大家開始去談 特別在我們談的時候 可以說一下 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有甚麼感受 慢慢讓小朋友了解 人的情緒其實很少 無緣無故的 很多時候都是發生了一些事 然後我們有一些感受 其實你慢慢這樣做 看似簡單 但你已經在提升他的覺察能力 對情緒的覺察能力 好 現在又跟大家做個遊戲 大家又掃測一下 我想看看 大家認識的情緒詞彙 大家幫忙掃測一下 我們先來掃測一下 線上的家長也要 我們一起掃測一下 一起來掃測一下 一起來掃測一下 對 好 就要聽很多人 我們會突然輪到 我們會突然輪到 二塊 首先 我們有些靈寶 你這一塊 永遠 都會突然 在那邊 那個人 有些靈寶 都有發生的 可以 OK,好,那我們先看看 對,好,應該去到這個了 對,哦,很好啊,大家 看看先 Oops 看看 這個我們剛才看到的 對,看到了,對 很好啊,哇,這麼厲害啊 大家有138個反應,很厲害啊 我們先看看 例如有家長會說,開心,失望 照慮,滿足,很生氣 很失望,失落,失落 很委屈,失望,難過,痛苦 對,大家很厲害啊 大家做得很好啊 其實你已經比起8000人厲害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有一個心理學的研究 就跟大人,好像大家現場的大人一樣 做了這個實驗 他發現呢 平均來說呢 人呢,大人只能說到 三個情緒辭匯 開心,不開心 漏 我們每天都會面對很多事情 所以大家很厲害啊 很厲害啊 大家會懂得說 悲傷,沮喪 氣餒,坦剔不安 哀傷,失落 很生氣,非常好啊 其實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剛才說 無論 無論小朋友還是大人 其實言語很重要 言語是會給我們力量的 所以大家可以拍照 其中一件事我很喜歡跟家長去做 就是我們也了解一下 會不會自己都容易用了一個字 就去代表自己所有狀態呢 譬如最近我教一個學生 他很喜歡只說一個字 就是 無論發生什麼事 他都會說 但是這裡有兩件事 第一 當然我們在這裡看到 可能在詞彙上 這個學生是比較弱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會一步一步去教他 不同的情緒詞彙 就像這個表一樣 而我為什麼說 有第二點呢 就是很多時候 憤怒只是第二層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傳統上 會覺得傷心、憂鬱 我們不太想讓別人看到 我們有這種比較弱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好像憤怒 其實小朋友也是 他們會用一個憤怒的形式出來 就是他不太想讓你看到 其實我有點失望 我有點傷心 我有點失落 所以通常如果一經歷得生氣 這個狀態 很多時候下面是有其他東西 那那是會有些什麼呢 例如Angry這裡 你會看到下面 其實會不會是妒忌呢 會不會其實是 你有些東西你想得到的時候 你暫時未得到的時候 所以你會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你很想去為自己 應該有的東西去爭取呢 是的 又或者是就算開心 也有很多詞彙的 是的 開心的話 你是不是對生命很有期盼 你覺得生命有很多好的事情發生 這件事令你覺得很鼓舞 很有熱情 所以其實就算 無論是我們的 我們開心的情緒 是的 或者我們一些比較悲傷的情緒 其實每一件事 都有不同的詞彙去形容 所以我現在很喜歡跟我的學生 或者跟我的家長 我都會做這個步驟 就是一步一步 像撕洋蔥一樣 陪我的學生去看 咦 其實我們現在是感受著什麼呢 而你發現呢 當我們能夠用一些精準的詞彙 去表達自己的狀態的時候 這件事其實很給我們力量 而我的學生很多時候 學了這些詞彙之後 他會覺得情緒沒有那麼一彈 不知道做什麼 他會更加覺得 咦,我表達到了 然後他就會覺得 好像那個掌控感增加了 就會沒有那麼容易 有一個暴走情緒 剛才一開始 大家很多時候 哇,我的小朋友經常都生氣 或者情緒會暴走 其實我一遇到情緒暴走的小朋友 第一件事我一定會做 就是這樣 當然我會用一些圖片 公仔去做 但是永遠回歸基本步 一定是由潮會開始 增加小朋友的掌控感 你就會發現 他沒有那麼容易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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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 第二個主題 對了 大家還可以嗎 我們剛剛講完第二條鑰匙 我們接下來講第三條鑰匙 所以現在還可以的 讓他OK我先 我們來到第三個未睡著 線上家長也是 我們來到第三點 很好啊 對了 我們來到第三點 我們今天就是會說 去引導我們的小朋友去做 他真的渴望的事情 對了 不只是逼他 因為傳統的心理學 你就可以看了 我們可以幻想的 就是我們有兩道門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挑選 我們用哪道門 第一道門 就是想逼小朋友去做對的事情的父母 對了 想逼小朋友起床 上學 要完成他們要做的事情 取得成功 而第二道門呢 是給那些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可以自己推動自己做事的父母 對了 我們希望他不只是做對的事情 而是就算他只有一天我們不在他身邊 他都會選擇 亦都是想做對的事情 如果我們要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的方向就很不同了 如果你只是希望 小朋友在你面前的時候做對的事情的話 那你繼續用以前的方法 包括是 譬如十年前的心理學講的一些佛的方法 做得對就獎禮 做得差就佛 是的 或者以前很流行的那種 你做得不對 先靜思幾個 先進房間 自己平靜一下 這些都是十幾年前 心理學所推動的方法 但是是有後果的 很多時候我現在教的學生 為何會有焦慮症 或者憂鬱症 你就會看到小時候 他們一直被教的時候 都是用一些 譬如他們的老師 身邊的人 可能都是用一些 做得錯就佛 的方法去做的 而如果我們是希望 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 小朋友 就算他只要有一天 我們不在他身邊 他都會做得好的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就去就住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第一個鑰匙所說的方法 就是真的想想 我們的小朋友 然後他喜歡的是什麼 然後就算 連很難的打機 我們都用那個方式 用一個入口 去跟我們想教他的 陪他好好溝通 來達成這個目標 好 我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不是 就這樣問小朋友 做了功課沒有 這個很常識 很多家長都跟我說 每一天都有打仗 譬如很有趣 就算我的學生 就算他很不想做功課 也好 他總會有一些位置 他會突然之間 又會肯做一下 我就陪他聊 昨天我看到你沒有這樣決定 今天你是這樣決定 有什麼推動你去做 對 背後有什麼原因 你看到這兩個分別 就是我們抱有一個好奇心 對 好奇心這三個字很重要 其實今天整個討論 都是圍繞著 我們可不可以 比較 不要只看到小朋友的行為 很容易的 特別你和我睡不夠的時候 我也會的 就會只看到行為 然後我們會很想去解決 眼前這個行為 我們如何用佛的方式 去解決這個行為 而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能夠睡得夠的時候 我們的耐性夠的時候 開始去看看 行為背後 推動他做的事情 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就陪著小朋友 向好的方向進發 好 那今天我們有這個討論 大家都可以掃描一下 這個QR-O code 因為我逢星期三 其實也有一個免費電子報 可以發送給大家 所以大家也可以掃描這個QR-O code 然後就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電子報 你們逢星期三就會收到 有科學根據的兒童心理學資訊 多謝Rosa的精彩分享 現在就會開始Q&A的環節 現場觀眾都可以歡迎舉手發問 也請Rosa幫大家解答 網上看直播的觀眾 也可以在LiveChat上面 留下你們的問題 剛剛也有看直播的觀眾 留下了問題 也請Rosa解答 謝謝 好 趁大家在想這個 訂閱免費電子報 或者在想問題的時候 我做個小分享 網上有家長問 我兩歲的小朋友 適合不適合用Vital Spark 我給大家一點時間打字 線上的家長 先訂閱免費電子報 然後大家也去想想 就在我們剛才所說的方向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留言區答問 好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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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谈谈谈 不要紧的,线上如果有同学还需要继续的话 大家继续订阅 我们继续谈谈谈 刚才有家长就问我 Rosa,两岁小朋友合不合用VitoSparc 大家觉得呢? 先问一下 大家觉得 yes or no? yes的话 yes no就是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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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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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Vinnie先 好吗?Vinnie先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两岁都可以呢? 我想两岁的小朋友 其实虽然小 但是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思想 所以如果从小去培养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 对 这位家长分享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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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她现在四岁 他两岁的时候 她很喜欢玩LEGO 但是对其他事情 没什么兴趣 所以我就会说 我赞她玩LEGO 玩得很厉害 很专心 你可以很认真做一件事 坐定定 我问 你其他这件事 可以不可以玩LEGO 这么厉害呢? 她会有些感觉 便会有些少点进步 非常好的 我絕對認同 我絕對贊同 其實就算兩歲 也是絕對可以用Vital Spark 絕對可以 特別越是兩歲 甚至應該這麼說 無論多少歲也好 就算我對著中學生 大學生 其實我也是繼續用這個方法 至於兩歲的小朋友 特別像我們的家長 剛才所說 不好意思 絕對是的 兩歲的小朋友絕對可以用Vital Spark 我也是的 就算對著我的兩歲小朋友 他真的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他真的可以自己兩歲 他可以玩Lego半個小時 沒有人打擾他 甚至可以再九個字 其實這件事是重要的 因為這件事 其實你慢慢已經有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你已經在訓練他的專注力 剛才有家長說 我擔心我的小朋友不太專注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有時候小朋友玩得很投入的時候 我們會說 兒子喝湯了 兒子明天有校服準備好嗎 弄好嗎 全部拿出來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小朋友投入玩的時候 我們有空就問他喝湯了嗎 有空就問他校服怎麼樣 其實這些我們都在阻礙他建立的專注力 因為我們都在騷擾他 所以其實第一件事 除了我們可以一直讓他玩之中 即使用Vytospark的好處就是 你一直讓他玩的時候 他能夠提升到專注之外 也是一樣的 其實你小時候已經看到 他自然喜歡什麼呢 其實不可以後來慢慢帶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件事 去連結你想教他的東西 所以兩歲絕對可以用Vytospark 有第二位家長就會問 我小朋友一做功課就不合作 每次叫他做事都要很久 而且還要講條件 坦白說 這個情況我們很容易就會看在小朋友不聽話 小朋友CEO型性格 但我反而在這個情況下 我比較看到的是 可能其實小朋友的能力暫時 還未跟他要做功課的東西 是貼著 可能那裡有一個落差 所以反而在這件事上 我會想看 其實小朋友在哪裡出了事呢 會不會其實功課那裡 是不是要求太高 他未去到那裡呢 因為很多時候有這個情況 我留意到很多我的學生 他有一些技術上的東西 他在鍵著 他不是用心跟你作對 他真的有些能力 未去到那裡 好 現場的家長 我們先看看 有沒有人想 請安 這個問題很迫切 因為最近發生 他最近做甚麼都沒有心機 他不想去學習 不想外出 只想在家裡看iPad 就不願意出去 但如果真的帶他出去 例如去打森林 他就很享受 但他就不願意出門 甚至乎他去玩泰拳道 他一向很喜歡 突然就說不喜歡 他不喜歡 我又問他原因是甚麼呢 他說老師很大聲 或者老師罵 他現在四歲 又不會不相信 但是 我知道可能老師比較嚴格 但怎樣可以跟他說 老師比較嚴格而已 不是罵你的 又或者他 怎樣去定義 究竟他是為了詐喊不去 而是真的有這些事情發生 明白明白 我的學生裏面也有一種學生 有些人會怎樣說 有些人就算找一個很兇的老師教他 他也可以 可能你和我都是這樣被罵大的 是的 但有些小朋友又真的罵 他就會直接不喜歡這件事 所以 在這方面 我會試一件事 例如我有很多學生 可能他甚至連學都不想回家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會陪他做的是 不如我們一起去看看 在學校裏面 我會不舒服的位置是甚麼 譬如坦白說 很多學生會跟我說 他可能是學校給別人 功課 老師很兇的 這些都是學校令到他不舒服的事情 但我都會陪他一起去看 學校有些甚麼是我期待的 我開心的 是的 譬如是打跆拳 我有些朋友 我很想見到他 其實我看到他 我會很開心 是的 又或者我在學校裏面 沒錯 很多老師都很兇 但就是有一位體育老師 我喜歡他 他挺好人 我這裡做甚麼呢 我這裡做甚麼呢 就是回到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件事 我想盡量避免我的學生 有這種非黑即白的想法 很多時候特別焦慮 不舒服 不開心的學生 他只看到眼前的挑戰 黑色那裡而已 是的 我希望慢慢讓他看到 其實這件事 沒錯 可能暫時很辛苦 其實也有我期待的部分 慢慢讓他對這件事 沒有那麼抗拒 這個是我會做的 是的 是的 另外 是的 另外有沒有家長 是暫時有些挑戰上來談談的 是的 首先很感謝Ross來的分享 還有我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條問題就是 其實大家在管教上面 遇到甚麼挑戰 我看到大家也有很多答案 其實我當時也會覺得 我要學一下怎樣形容我的情緒 但其實我有點開心 因為原來其實不只有自己一個有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所以其實原來不是特別自己 可能小朋友特別難教 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我其中一個答案 就是小朋友類似是CEO的類型 但我不是用CEO來形容他的 就是他有些公主病 或者是王子病 其實想看看怎樣可以利用那三條鑰匙 是更加好跟這一類型的小朋友 就是他自己覺得自己是公主王子 就是所有人都要聽他命令的 或者是非常有自己主見的小朋友 去管理 或者是跟他教育他 好 謝謝你 是 那介不介意說你小朋友多少歲 5歲 555 好 CEO型性格 是的 這個的確我教很多學生都是CEO型性格 我首先想說 家長是辛苦的 我要承認的是 你會在現階段 特別是如果你的小朋友是CEO型性格 你會覺得累的 但是 我有東西想恭喜你 就是CEO型性格的小朋友 未來 未來他找到自己的方向 別人的子女不是要 哇 三催四催 哇 要哄啊 哄很久 你的小朋友 如果是CEO型性格的話 他只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他喜歡一件事 你不用吹吹他 他自己推動自己 哄哄聲去 別人還在說要慢慢計劃 他已經執行了 所以其實CEO型性格的小朋友 有個好處就是 一開始父母有一點辛苦 但後來其實那個成果是很漂亮的 你會看到CEO型的性格 我們心理學上叫做比較主見的小朋友 就是他會希望別人聽他說的小朋友 比較有主見的小朋友 這種性格的小朋友 其實他真的富有做領導的特質 所以我們都可以欣賞 就是留意到 現在辛苦 未來其實是有回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家長 其實這一類的小朋友 我們如何哄他 或者如何鼓勵他 其實我教很多小朋友 其實我們用第一條鑰匙很重要的 就是用他喜歡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 我最近教很多學生 他可能只是喜歡飛機 或者喜歡交通 而我有一個責任 就是我要教他社交技能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 剛才我們說的CEO型的性格 很慘的就是 很多時候有他講 沒有人講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訓練 其實反而是社交能力上的訓練 譬如說 我不是說我有個學生很喜歡飛機 我如何跟他練習社交 或者如何留意他人 因為CEO型的性格的小朋友 他很容易只留意我需要什麼 自我中心 是的 而我要教他的就是 我們要留意其他人的想法 那我如何教呢 我拿了飛機的圖片等等 我們扮演在飛機裡面 我陪他去聊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 有什麼不可以做 譬如我在飛機上 我可不可以踏起腳 放在前面的椅子上 行不行呢 一步一步陪他聊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也是在用他喜歡的東西 因為他喜歡的東西 其實是入口來的 我們忽略了 其實你很難找到入口的 你入不了的 很辛苦 但我們拿他喜歡的東西 譬如我猜你的子女應該有東西 喜歡的 他喜歡什麼 其實這個就很好玩了 車的 譬如我們說 拍車 其實我很喜歡跟學生用動物 停車場 去做教科書的 是的 譬如用車 譬如幾輛車 大家在這裡 大家都想拍攝這個位置 如何為自己商量 如何去練習 這些我就會跟學生 用遊戲中去練習 所以其實在這個位置 反而我會更加欣賞 我會做多一點 我的小朋友 如果越是CEO形成 第一 我一定要訓練他 要教的就是 一個人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情緒 也都是 或者是 應該這麼說 除了一個人發生什麼事 他有什麼情緒之外 也會陪他看的是 如果這個人有這個情緒的時候 你會怎樣陪他聊 其實只要提升他的能力 就是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 然後要做一點非暴力溝通 有的 大家回去搜尋 送給你了 自己搜尋 非暴力溝通 一步一步教小朋友 我們怎樣用尊重他人的方式 也能夠表達自己的需要 大家回去搜尋 HappyYouFamily.com 有免費故事 直接第一個故事 免費故事 已經教你的小朋友非暴力溝通 因為其實很坦白說 去到最後 我們不是想我們的小朋友委屈 小朋友去到最後 他要學的東西是 我怎樣可以在尊重他人 但我也要表達自己的需要 這個就是非暴力溝通 最重要的精緒 所以回去 HappyYouFamily.com 三歲的小朋友就對了 OK 用故事去教小朋友 是的 謝謝Wassar 我們還有一些網上問題 可以交給他 謝謝 請 可不可以幫我打 HappyYouFamily.com 在留言區 謝謝 讓家長方便找 謝謝 我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的小朋友是11歲 他絕對不是CEO型性格的小朋友 他是比較偏僻的 他最近的情況 其實這個情況也發生了一段時間 他的數學不是很厲害 所以他可能每次做數學 都不太積極 我也明白他有困難 有時也會幫他 但有時我就想他更勇敢 去見到問題 不會馬上試也不試 就說不懂 譬如我叫他做功課 我都嘗試叫他自己做 如果他真的不懂 你就可以留在隱藏 但如果我推動他 他就會嘗試去做 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否11歲的小朋友 他太小了 有時他不會主動去挑戰自己 或者試想想方法去解決困難 會不會是要等到大一點才能有這個能力 或者發展大一點才能做到 我經常都會有這個疑惑 如果他有這個性格 怎樣可以幫助他呢 謝謝Winnie 這裡有兩個方向 第一 HappyYouFamily.com 有一個故事 專門說 The Secret of Success 就是教小朋友 Persistence的重要性 這是第一 所以大家回去聽 第二件事 反而我要教這個小朋友 Growth Mindset 其實不關你的事 問題不在你 而反而我估計 我估計是小朋友學校裡面 很多老師 用了很多批判性的言語 跟小朋友說話 譬如說 這樣也不懂 或者是 每個人都做到你做不到 他會有這種比較心 小朋友慢慢多了這些想法 他就會有固定刑思維模式 反而我發現很多學生 其實沒有成長刑思維模式 英文叫Growth Mindset 譬如說 我沒做到而已 放一些時間下去 搞得定 拆得定 Growth Mindset 這件事很重要 而可能我們現在可以 慢慢一步一步做的 就是第一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自己起碼 雖然學校的老師 可能是用判斷型模式 跟小朋友說話的 但是我們作為小朋友身邊的大人 我們盡量在他身邊的時候 我們陪他一起去看 就是說 還沒做得定 就是一步一步來 拆得定 因為很明顯 我看到小朋友現在 有機會在他腦袋裡想的 都是比較自分批評的 就是比較 試來做什麼 都搞不定了 我感覺到 我看到很多學生 特別在這個年紀 已經會有很多這些想法 他不是不想做 而是 外邊的人說得多 他自己潛意默化 就會這樣想 所以我第一步會做 是說多一點 self-compassion的言語 譬如說 或者growth mindset的言語 就是我一步一步來 拆得定 弄得定 我希望內化了這把聲音 讓他不要一來 就已經不做了 試也不試 第二件事 就是現場的家長都可以做的 就是 開始跟我們的小朋友 做一個growth jar 對了 第一 這麼說 學校很多時候 是很固定型思維模式 就是他只是把 end result放出來 但是那條路 他不讓小朋友看 譬如我舉個例子 畫一幅畫 你不是一來就山水 很漂亮 你可能一來就有條路 有輛車 有個人 但最慘學校的就是 end go 一張照片 對了 一張畫 所以小朋友永遠 就是去看到 自己跟別人比較 我做得不夠好的東西 而我經常鼓勵家長 我經常跟我的學生做的就是 他有每些東西 以前可能是他卡住的 但是一步一步 他花心機之後 咦 搞得行 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有些學生 以前學Phonics的時候 可能學五個已經很辛苦了 但是他一步一步花心機 咦 現在26個關掉了 我就會有一個jar 寫給這位學生 有些東西是他以前卡住 但是一步一步 他放時間下去 他是搞得行 這個事情很重要 特別是 現在可以開始做 因為遲些 你的小朋友一定會有些東西 他覺得很好 譬如數學 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這個jar 就是告訴他 他是有能力拆得行 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因為這個世界 很多人會告訴他 他沒有能力 所以 我們有這個jar 其實是製造的 告訴他 你這個人是有能力的 搞得行 沒那麼恐怖 是的 謝謝 好 我們先聽聽 嗯 如果小朋友不想聊天 有什麼辦法呢 嗯 小朋友不想聊天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字眼的東西 小朋友不想聊天 有什麼辦法呢 先問問大家 對了 因為我們剛才說到花叨曬祝的東西 其實他應該會有自己的興趣 自己想做的東西 其實可能他還不想說話 有時候我想不只是小朋友 但是有些時刻可能想自己靜下不想說話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要說話 你可以陪伴他 或者陪伴他看一部電影 他喜歡做的東西去入手 適當的時候他就會跟你說 太好了 沒錯,絕對是 我舉個例子 最近我要教一個九歲的小朋友 其實我要教他社交的東西 所以我有一個結尾要帶他去 但是像你說 這位小朋友真的不想聊天 他真的不想馬上去聊天 那怎麼辦呢? 我陪伴他去看他現在正在做的事 例如我舉個例子 這位學生在我面前 在我弄了手機 手機上在填一些文卷 這個文卷是喜歡那個女生建的 就是問關於 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例如是我喜歡的顏色是什麼 其實用這個做入口 所以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永遠回到第一個點 就是用他那一刻 譬如有的 有些家長都會問我 我兒子只是長期對著這部機 那我就用這部機去說話 我只望了那一刻 我真的陪著學生 最近這個女生想看這件事 你在看他做這個問卷 那陪他一起用他的罪焦點在哪裡 我們就用那個罪焦點去聊天 這樣是可以的 而且坦白說 有時候好像這位家長所說 有時候未必他很想說話 我們就在旁邊陪著他 我舉個例子 有時候我們也會的 有時候我們可能 急著吃飯 喂兒子還不吃飯 還不刷牙 但是很多時候你先去他的世界 你砌得很漂亮 說來聽聽 這個怎麼運作的 這個停車場這麼漂亮 說來聽聽 就讓他先說一下 在他的世界上跟你分享一下 然後才帶他去你想他去的地方 例如拆牙 至少我的經驗就是比較輕鬆一點 好 我們再來看看 嗯 小朋友每次玩遊戲都要贏 一輸就要發脾氣 如何改善小朋友的好勝的性格 大家怎麼看 小朋友是好勝的 一輸就要發脾氣 是的 有沒有家長也有這個情況 小朋友一輸就會很猛烈 很生氣 在這方面 其實就要量贏 是的 咦 有人想分享 請說 請說 給媽媽贏 可能是錯誤的方法 因為我以前的小朋友都是輸就哭 那我可能覺得 那不如讓他多輸幾次吧 如果讓他多輸十幾次 他習慣了就不太哭 應該不是這樣的 不過就讓他習慣 輸是正常的 有時候我贏一下 有時候他輸一下 有時候他們說 我輸了也沒有哭 我明白輸了那種感覺是很失敗 不過就 我覺得是可能他贏了太多 所以他就不能贏 所以就讓他習慣輸的感覺 平化這本書 起碼不要這麼恐怖 也是的 我也是覺得是的 至於第二件事 我想在這裡有兩件事 第一 我猜到 可能旁邊的人都會覺得 一有些東西失敗了 就會反應大 我感覺到 在這個位置我會看到 咦?未必是關於家長的事 可能是小朋友的學校 有時候也會讓小朋友知道 咦?做不成 做不成就很大件事 會出事的 有時候如果我們強化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 佛那件事不要太重呢? 就是因為我們越是強化了佛 或者越是強化了不好的事 就會令小朋友很害怕輸 或者很害怕失敗 所以在這方面 我都會看看 例如像家長所說 我覺得也是的 即是說回 其實輸是怎樣的 即是輸的 其實有時候你會贏一下 有時候別人會贏一下 大家才會開心的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我都會陪他看看 別人贏 一定有別人做得好的部分 例如有些游泳比賽 別人真的一星期抽五天去練習 陪他看看成功者 他背後付出的努力 這也是重要的 因為我很多學生 其實有時候也會有妒忌心 我會陪他去探索的 其實人有時候妒忌 或者生氣 看到別人有 我沒有 他會生氣 其實我會陪他去看 因為他有你想要的東西 不要緊 他有我想要的東西 他在這邊有什麼做得好呢? 我們如何化悲憤為力量 即是我欣賞他 因為這也是重要的 這也是成長型思維模式 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一步一步教育小朋友 不要把對方做得好的事 覺得是 你好 我就差 我要一步一步教育小朋友 其實大家可以好的 你好的時候 我為你感到高興 我欣賞你 原來你背後付出了這麼多努力 我真的沒有做 所以我輸其實很正常 陪他這樣疏導他的情緒 陪他了解 他的妒忌 他的生氣背後 其實發生什麼事 都可以幫他疏導他的憤怒 或者這種覺得不值 或者是好性的性格 是的 是的 因為我都是大小小年長一點 我有一個舊的方法 舊的方法 我小朋友 讀小時候都輸過的 那時候開始打機 輸了打機的東西 在學校成績又不好 正如Rosa你說的老師一些 end up 了的方法 中間有什麼他不說 不給時間去消化 我作為爸爸 我只是陪他 一起跟他感受 即是同理心的方法 他不開心就陪他不開心 當他開始 咦? 爸爸也不開心 即可能他有共鳴 他開始放鬆自己 再跟他打球 踢球 跑一步 那久而久之 他就會慢慢打亡 第一時間 你改變不了他 即是不開心的感覺 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 很好啊 這位家長 你怎麼稱呼? Henry Henry Henry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事 同理這兩個字 很重要的 就算在這件事上 其實我會訓練自己 就算這麼多年來教書 都是我可不可以說一些壞事前 可不可以逼自己去說一些好事 不容易的 因為我們的腦有負面聚焦 你的大腦為了保護你 他會幫你自動放大差的東西 所以其中一件事去平衡 就是我們要努力去鼓勵自己 可不可以在說一些 feedback 之前 有沒有辦法欣賞好的東西 譬如鼓勵 我舉個例子 在這個情況上 我看到小朋友有向好的性格 他想追求好的性格 我不是只看到他有好性 我同一方面看到 他很想做得好一點 他想贏 他想做得更好 他有向好的心 我有沒有辦法看到這件事 是有用的 因為就像Henry哥所說 有時我們同理了小朋友 我們告訴他 其實知道你很想做得好 你也很想贏 你也很想向好 做得更好 小朋友會比較矮 他比較矮 才會平靜一點 就可以聽到我們想教他的東西 對 好 好 那時間的關係 Rosa現在會回答最後一條問題 大家現場的觀眾有問題想問嗎 R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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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間是炸出來的 我想問一下 其實有沒有一些統計 或者研究 其實每一天 應該給小朋友 多少這些 真是自己的時間 其實在我家長的角度來說 你問我 我覺得越多越好 比越多越好 但有沒有一個統計 因為我知道外國 每天都可能科學都是玩的 沒有這件事相信 但是有沒有一個類似 最少要多少才能平衡 心理 因為好像睡眠一樣 你都說每天需要八個小時 或九個小時 就是那些統計 但是 是否延長時間就沒有了 可能十分鐘已經是優惠 第一 第二條問題 就是關於罵罵 你說傳統的心理學 就不是很主張懲罰 其實可能我比較老闆一點 我覺得再加上 可能是懲罰最見果效 或者他有時說 老師 為何他回來這麼乖 有個小朋友 我小的小朋友就說 老師會罵的 所以他很緊張 他回來做得很好 我覺得 罵也有罵好 他這麼緊張 所以我認識 Punishment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年紀越小的小朋友 當然不是勁打的懲罰 而是小小的懲罰 其實對於越大的小朋友 當他踏上十一歲或十二歲 中學的階段 你當然不會再打他 也不可以 那是否越小的小朋友 在Punishment對他來說 有一定的幫助 應該有問題 謝謝家長 怎樣稱呼? Celia 好,謝謝你用心分享 我想第一件事 我也擔心我忘記了 第一件事就是 家長剛才Celia有問到 會不會小朋友最好 每一天好像睡眠八小時 會不會有遊戲多少小時 或者是怎樣的時間 其實我們又回來 飛黑即白思考了 很容易會掉進來 我想好看你的小朋友的狀態 譬如坦白說 我的學生裡面 有些是真的很享受 這種競爭性 有些學生自己跟我說 那些大家都能進入 每個人都能進入的學校 我進來做甚麼? 有些學生真的跟我說 那種學生 你看到他享受 他開心 那就沒事了 但不是 我看回小朋友的狀態 譬如有些學生 譬如他自己已經開始 焦慮了 很緊張 譬如我現在有不少的學生 譬如想起上學 他已經心跳加速 很不舒服 其實很視乎我們小朋友的狀態 如果我們已經留意到小朋友的狀態 咦? 可能經常會說明天上學會害怕 或者一想起上學已經很不舒服 咦? 現在吃很少 整個狀態很不舒服 所以我會看回那個學生 他自己現在的狀態 他還不可以 不可以的時候 我第一個入手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看他時間表 他有沒有時間做他享受的事 這是第一 第二 家長會問我 就是 Celia問我 到底 Punishment 對於越小的小朋友 會不會越有用呢? 我在這裡快說 Punishment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小朋友 你沒有幫他建立 我們剛才所說 小朋友很多時候不肯做功課 他可能是技能上差了一點點東西 我舉個例子 譬如 大家有沒有試過佛抄十次? 有些什麼不懂佛抄十次 大家應該都做過 我和你都經歷過 應該 心理學最新的研究發現 是沒什麼用的 佛抄 為什麼? 因為 譬如小朋友不懂喘一個字 Butterfly 那麼 佛抄 其實他學不到他怎樣記 相反 我們用一些心理學的方式 可以看到 原來他逢吹吹吹吹 Butterfly 這個字 他有一個位置會卡 然後我們用這個方法 令他在卡的位置 去幫他記起 我是這樣吹吹的 這樣就完成了 好過你萬無目的寫一百次 是的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不喜歡佛的方式 或者心理學 為什麼說佛不好呢? 因為很多時候大人 家長老師 我自己也要注意的 我做教學 佛的問題是 很多時候 十個問題 我們都用佛 其實很難很針對性的 真的看回小朋友 他那裡出了問題 我們真的陪他 在卡的位置 建立技能 然後就完成了 所以 佛有這個問題 最不好的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 像我剛才說的 只是Butterfly 他可能在某個位置 卡住 我們真的要分析 他卡住哪個位置 然後我們用口缺幫他記 這樣就完成了 好過佛抄一百次 同樣地 佛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理解 真的沒有去分析 那個問題 他在哪裡卡住呢? 他佛企三個小時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坐邊 這是很重要的 還有最近 我也覺得有一件事很感動 這件事就是 我之前在英國教了十幾年 例如我舉個例子 有學生偷東西 那時候我的同事也跟我說過 因為教大學的 教大學兒童心理學 我的同事就跟我說 Rossa 我們這些大學生 二十幾歲 偷東西根本就不對 直接叫警察過來處理 根本就知道這件事不對 硬是要做 罰 同事也立刻想罰 但是我真的跟他說 有時真的很有趣 有時真的二十幾歲 他也可以傻 不知道自己做錯的事 他純粹 你幻想一下 他可能真的純粹覺得 半運而已 這件事搬運到這裡 我以後就把他搬運回來 就完成了 真的可能 是這樣的 我的同事當然不認識 但是我自己跟這個學生談 我真的陪他一步一步去談 了解發生甚麼事 真的正如我所說 我的十幾年工作的經驗是對的 那個學生真的以為自己搬運 只是搬運 他不知道自己這麼嚴重 我陪他談完 真的用一個 比較 不是佛的方式 比較用了解發生甚麼事的方式 陪他談之後 翌日 所謂不見了那件事 就自己出現犯了 那便沒事了 整間大學都沒事了 所以在這裡也有一個小溫馨提示 我經常提醒自己 越是我生氣的時候 我越是要想 我有沒有一個最 generous的方式 去解釋小朋友現在的狀態 就是最大方 最不苛刻的方式去解釋這件事 譬如我剛才所說 在這一刻我覺得 有機會這個眼前二十幾歲的大學生 他真的有機會傻豬豬 以為半運而已 不是偷 沒有那麼大事 當然了 之後要教 真心要教 我也有教 但在那一刻 我相信很多人 已經罰了他 罰了他一路說話也沒有出現 而當我用一個比較大方一點的方式 不是想著佛那件事 陪他慢慢去探索 那件事就慢慢迎人而解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一步一步 用更加大方 更加沒有那麼苛刻的方式 去陪著小朋友成長 似乎結果也會很不錯